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团长时 因为枪杀妻子吴海澜 在张学良夫人余奉志和蒋夫人宋美龄的干涉下 判了几年徒刑 抗战一爆发 就被蒋介石放了出来 官复原职 后来做到了旅长 师长 军长 但是 作为毛泽东的属下 要想享受这种宽大的待遇就不可能 红军时期的团长黄克公 因为枪杀恋人 被毛泽东下令枪毙 凡是犯了错误的人 毛泽东是一视同仁 绝不分彼此 即使你担任了高级干部 即使有人保你 也不行 必须格杀勿论 当年的刘青山 张子善因为贪污对判死刑 作为华尾局第一书记博一波曾去说情 被毛主袭毒了回去 而黄寿发这个高级将领 因为杀人 老上级灭容真也想保护他 但是 毛泽东还是丝毫情愿也不讲 黄寿发 1911-1948 福建省新权县人 1929年加入赤卫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战士逐次升任排长 红四军连长 营长 红毅军团团长 师参谋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禁察纪军区 一军分区司令员 独立师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11月4日 任禁察纪第二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1946年7月 任冀中军区参谋长 黄寿发于1947年农历正月初二 在河间黑马张庄 几 手枪杀害其些河英 河英连中三枪 当即生死 时已怀孕数月 原因非常简单 黄寿发于1946年秋 与他小孩的保姆丹结英有染 河英 天津静海人 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 1938年投身革命 后被组织上派去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 任冀中军区电台报务员 1939年惊人介绍 同黄寿发结婚 1945年抗战胜利后 任冀中军区电台指导员 展开全文和英过年返回黄寿发出 黄寿发因与保姆丹结英发生不正当关系 急续以谋害 于农历12月30日 曾受益其警卫员边镇海打死河英 边镇海当语拒绝 并加解权 黄寿发并未因此悔悟 反将边镇海训斥 正月初一又以威胁手段 令边镇海不得声张 初二亲手将河英枪杀 因私情枪杀怀孕的妻子 罪大恶极 但是 由于黄寿发作战勇猛 当时他的老领导聂荣真正都觉得 将此人杀死非常的可惜 于是 就将此案脱了 一个年 可是 由于黄寿发事件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在脱一年之后 毛主席亲自发话 黄寿发问题不能原谅 要处决 没办法 毛主席都发话了 聂帅也只能妥协 很快 黄寿发就被枪决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